《乡村爱情》的王大拿的娇妻 现实中到底和本山大叔什么关系呢? 赵本山自导的自演的乡村喜剧《乡村爱情》 一直都是大家十分喜欢的喜剧影片之一 并且这部剧也成为我国序集最多的电视剧《没有》之一 《乡村爱情》里面大家关注 最多的莫过于看刘萌等人不断的耍宝 以及谢永强和王小萌的爱情故事 但是电视剧中一位上海的演员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她叫杨小燕 在《乡村爱情》里面最开始的时候 她扮演的是一位成功的女强人 和大老板王大拿见面之后 王大拿也是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后来两个人也成功的结尾出妻 其实杨小燕是赵本山的一位女徒弟 依次偶然的机会和赵本山相识 之后赵本山就开始带她参演了《乡村爱情》 曾经记者这样 问了杨小燕 您在《乡村爱情》里面和赵本山老师 扮演父亲会有不自在的感觉吗? 杨小燕表示 还好 还是非常自然的